出手一握 敏初選恩仇 贏得初選的就是民進黨 即現任台中市議員江趙國 接下來將進一步挑戰 台中市第六選區立委席次 初選階段主打黃國書 接班人的黃守達 最終敗下鎮來 仍現身 親自道賀 中六選區民進黨初選上演 三少互打劇本 綠營採用山水趨勢與大第三家民調 江趙國在這三份民調數據中 都勝過對手黃守達與何昆林 仔細看民調中所設定的假想敵 就是對比國民黨的現任議員 羅廷偉 民調揭曉第一時間黃國書就貼文恭喜江趙國 一張鞠躬背影照輸掉初選的何昆林也發文向好友江趙國道賀 我想我們三個過去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民進黨的傳統就是初選競爭選後團結 我覺得我們會有信心來共同合作 台中第六選區在先任立委 黃國書宣布不再連任之後 國民黨內傳出羅廷偉有可能出馬挑戰 不過遲遲沒有現身領表登記參加初選 藍營最後派使還是未知數 倒是民進黨先一步確定原選 加速盤整 團結 力拼勝選 民進黨加油加油加油